一头长达17公尺的大型抹香精 突如其来的现身为这次航程增添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满海洋志工的赏金船早上10点半重发连港出发 途径清水淡崖附近的海域 距离岸边大约3到5公尺海里的地方 意外的遇见了抹香精在海面上悠有喷气 但是过去花莲大型抹香精线中的时间大约落在每年5月 这次在3月出没让海洋生态观察人员感到意外 那目前为止我们期待做的事情是将影像GPS它的行机跟声音记录之后 变成的是open data 是不是它是因为食物而过来 还是因为季节而变化而过来 这件事情其实目前还不是那么的了解 由花莲县福尔摩沙协会发起的海洋生态调查 显示过去大约5月份才会献中的抹香精 今年3月就出没在东部海域 提早两个月报道 令海洋生态观察人员感到似乎是不太寻常 但是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数据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机会 能够让更多的科学单位能够跟我们来做联系 花莲县福尔摩沙协会海洋生态调查 美机航班海洋生态专家共同带领志工 订其出海 记录海洋生物的行为以及习性 这次的意外相遇 不仅丰富了航程 也激发了大家对海洋生态的更深层次探索 人间卫视鸿奔桥 华丽赛报道